超级杂交道 水稻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 其产量占全国粮食总量的40%左右 以杂交水稻支付袁隆平院士为核心的科研团队 所培育的超级杂交道 2011年试验田亩产已达到926.6千克 而目前全球水稻平均亩仅200千克左右 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 为中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创造了条件 也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